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在这里一样的 先来感谢神的安排 可以让小弟可以再有一次的机会 来见证小弟和主耶稣的故事 那也因为小弟 跟许多的弟兄姐妹一样 我们亲自有跟主耶稣 发生了一个很亲密的一个故事 所以都会相信 一些我们真耶稣教会 有做过见证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见证故事 绝对都是真实的 所以小弟也是很喜欢听见证 小弟觉得听见证 可以听到他们见证之后 经历过他们是怎么从神里面的恩典 来得到救恩 那这样会让小弟在信仰的路上 能够更加添这个信心 也能够更来体会这个神的大难神的爱 那也是因为如此 小弟就深深的觉得 那我们如果真的 自己亲身有余主耶稣的故事 那我们就应该勇敢的把握机会 把他见证出来 荣耀主耶稣的圣名 那感谢主 主耶稣透过 我们将执事的一个邀约 让小弟可以来到关西教会 跟大家来做见证 那么这次见证呢 心情上面是和前面几次有比较一些不同 是因为今天来到关西教会是多了那么多的一些的那个喜悦 那因为这里有可以见到许多就是这一年多来和小弟一起同工的福音同伴 那在这一年多的相处 小弟也时常来到关西教会 就有了一种革命的情感 这一年当中小弟在这里也有得到了很多的喜悦跟喜乐 所以小弟呢今天就是持着这样喜乐的心 今天可以来到我们关西教会来做见证 那也希望今天的见证 小弟可以不要再流眼泪 但是没有一次成功过 不管如何 希望我们的见证 可以在今天 包含小弟跟大家呢 都能够来得到这个造就 那小弟现在就奉主耶稣的圣名 开始今天晚上的见证 小弟不是从小姓主 那小弟的太太 树林 他的阿嬷跟他的母亲 都是我们主内的信徒 可是树林的母亲呢 他是嫁给外邦 所以树林他从小就没有受洗 那后来树林的亲生父亲去世之后 那树林的母亲 他才在改嫁了我们主内的弟兄 那也就是我现在的岳父 那所以在小弟认识树林的时候呢 他都还没有受洗 成为我们主内的成员 那虽然他没有受洗呢 可是呢 他可能从小 常常接触过他的阿嬷跟母亲 时常看过他们的祷告 那在这当中呢 他也体验到这个信仰的重要 所以在我们准备要结婚的时候呢 他提出了一个让小弟印象很深刻的一个要求 他说在我们结婚之后呢 所有的之后出生所有的孩子都一定要归入主内 要在真耶稣教会受洗 而且也不能去祭拜别的神 那他要我答应这样的一个条件 他才愿意来跟我来完婚 那这个要求呢 在我听起来呢 意思就是说 要我们的孩子成为这个基督徒 那基督徒好不好 其实基督徒呢 从小在小弟的心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形象 因为小学小弟最喜欢的同学 他就是基督徒 他的表现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那再加上就是准备要和树林结婚的那段期间呢 小弟也时常的会去拜访 这个岳父跟岳母 那从他们的身上呢 跟他们的相处呢 也是发现 他们所表现出的这个形象呢 其实是和小时候 小弟那个同学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就让小弟觉得呢 这个基督徒的行为 他们的所表现的都是一致的 没有虚假是可以相信的 所以树林在跟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呢 我是没有犹豫 那我一口就答应了 那那个时候呢 我是真的就是希望 我的孩子以后也能够像这个基督徒 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形象 这样也不错 那我也坚定的 好像保证我可以让他们都不会去接触到这个传统的这个信仰的一个模板 那虽然自己没有意识要让自己成为这个基督徒 可是我真的很希望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可以是基督徒 我也不晓得当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那其实现在回头过来想一想呢 觉得真的很奇妙 我对我自己的信仰是没什么感觉 但是却很想保卫孩子跟太太成为基督徒这样的一个信仰 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感受 那也不得不让小弟的来相信 其实我们其实早就已经被主耶稣给拣选 那神呢 他也是在看我们的内心 那这个神在看我们的内心呢 这也是小弟这一次见证所要诉说的一个主题 神在看我们的内心 那准备要和树林结婚的那一段期间呢 那小弟有说过会常常去拜访这个岳父岳母 那小弟的岳父呢 他也会适时的跟小弟说了很多这个圣经的道理 那其实小弟在心里面的接受度是不高的 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给岳父知道 因为我生怕会给岳父留下不好的印象 那时候小弟的岳父他也是台东教会的宣导 那所以他也会带我去台东教会 我去过几次 那我也是在这个台东教会呢 学习到了我们教会的一个祷告的方法 那去那边聚会几次 小弟是觉得自己是可以配合聚会 但是呢很不理解的就是 我们真意书教会祷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这样 那我曾经也心里有想过 那为什么好好的一个教会 不能够好好的祷告吗 我是这么想 那为什么还要设计成这个 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方式 我觉得这是设计出来的 那我就只有忍耐 因为我的目的是要和树林结婚 那我的心里我就觉得 我会暂时的来配合我的岳父 我会配合 我会来教会 然后我会尽量的 不把这个心理的这个抗拒表现出来 那从这个时候 就也开始了这个 我跟主耶稣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前面 还有三个字叫做十年礼 十年礼 十年礼 我的三次祷告 那记得在台东 教会有一次是到台前 接受这个按手祷告 那也是小弟第一次接受这个按手祷告 那在第一次的接受按手祷告 就有在祷告中呢 就有很强烈的那个 纯白的光线 从小弟的头顶 这样子灌了进来 那小弟也很有印象 那时候虽然是闭着眼睛 但是眼睛里面完全是充满 填满的那个纯白 圣洁的那个白光 就在我的眼睛里面 全部都是白色 没有一点点的瑕疵 那也是有很清楚的感觉到 就是那股软瘤 也是从头顶这样子 慢慢的灌下来 然后在身体里面串流 那小弟也是一样不停的流泪 然后还有心里说不上的那种感动 但是小弟没有舌音 手有在抖动 大家听了也知道 这个是圣灵在感动小弟 可是小弟当时有这样的感受之后 在祷告中小弟却是硬心的 想要去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小弟想要去否定这样的一个不合理 那小弟的心里在想 我不要变成跟他们一样 如果我跟他们一样 那不就是我之前认定 他们祷告方式是不对的 是等于是在认定 我自己的想法是错的 所以我一直很努力的 想要镇定下来 那可是呢 我的眼泪呢 真的它没有办法停下来 它没有要停止的一个意思 我根本挡不住 然后我很清楚 很确定的 明白我的内心呢 是被这个喜乐来充满的 那那个时候呢 我是一个只相信自己的一个年轻人 但是我却被一个 我看不见的一个力量 来充满我的身体 然后还让我感动 甚至让我流眼泪 那时候呢 我的心里的确是有一丝丝的念头 我觉得这里好像真的不一样 好像有神 那其实也仅此而已 有这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 小弟真的是蛮硬心的 我已经被感动成这个样子 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但是我还是硬心的 不肯去相信 我只肯觉得这里好像有神而已 也许是个什么说不上的巧合而已 那其实这个时候呢 神还是在看我们的内心 那那一次的祷告呢 小弟没有得到圣灵 那有人跟小弟讲 这个是圣灵在感动我 可是呢 我不以为意 因为我不相信圣灵 那这个事情其实就这样子过去 那后来小弟也是顺利的 可以和树林来结婚 结婚之后 我们就搬来的新竹 那其实时间它过得很快 那也很快 我忘记了 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感动 那搬来新竹之后呢 因为我不用再面对我的岳父岳母 那所以我就不会去教会 因为我本来就不想要去教会 那树林跟着我 那他也就没有去教会 那小弟在新竹工作呢 虽然很辛苦 那但是呢 至少那时候的收入呢 还够我们夫妻的生活 那小弟是觉得也没有什么不顺利 那所以就是一样 就是一贯的认为 我们自己只要守好这个本分 我们的生活都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其实好像也没有说 一定要有神的依靠 那小弟认为 我自己就可以照顾好我的家庭 那后来我的大女儿慈恩出生 在慈恩大概快一岁的时候呢 树林他带着慈恩 先回去台东教会 在那里接受洗礼 他们两个人 然后归入了主内 成为这个神的儿女 我是没有跟头 不过他们回去的时候呢 其实小弟还自得意满的 觉得我有实现当初给他的承诺 我也让他们成了基督徒 这样就够了 我在他们的信仰上面呢 我交代的过去 那我这个家呢 靠着我 现在也维持的很好 那其实那时候小弟呢 不会知道 我们的日常跟我们的信仰 是要依靠神来走出来的 铁撒诺尼加前书三章三节 他说我们受患难 缘是命定的 患难是命定的 主耶稣有他的安排 主耶稣安排的事 是我们想不到的 他会允许撒旦的试炼 这有神的旨意 后来我的二女儿 维恩他也出生 那时候家庭的开销 慢慢的增加 那小弟的收入呢 就开始慢慢的 有这个不够用的这个情形 变成我每天要拼命的 就是每天都要出去赚钱 赚日薪 我没有办法休假 那我很早 我六点以前 我都会出 就会出门 那出门的时候 太太跟小孩都还在睡 都还没起床 那我的工作内容 非常的辛苦 那所以下了班 回到家的时候 往往都很早就入睡 有的时候七点 我可能就已经在床铺上面睡着了 那么每天就这样一直一直这样的重复 那我跟太太还有孩子 一天也只说到几句话而已 那我在当时呢 我有很长的时间没有陪伴到他们 加上这个经济的压力 树林他也要去外面找工作 那他也要 他每天还要面对 当时跟小弟父母同住的 这样的一个不适应 那我们夫妻俩的压力呢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慢慢的在累积 然后开始我们有了身心灵上面的软弱 那这个时候呢 撒旦就开始做工了 那撒旦呢 他其实就是很厉害 他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细缝 他就可以慢慢的做工 然后最后肯定是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我跟树林都变忙 那我们也都为小孩在忍耐 在维持这个家计 那小弟却疏忽了和家人的这样的一个相处跟互动 那我更没有和我的太太树林来聊一聊他身上的压力 那树林他慢慢的 他的话开始变少 时间慢慢拖 慢慢的 我们开始没有交集 也没有说话 我疏忽了撒旦在他身上所做的工 其实也不是说我疏忽 因为我不信靠神 我没有来教会 所以我不会知道 更不会相信 有撒旦会在人的身上做工 那其实那时候我的太太树林 他已经撑不下去了 他一直一直在对我失望 然后他也对我们的婚姻感到了绝望 然后当时候呢 他的心呢 他只能硬硬的为这两个孩子在硬撑着 那也开始慢慢的 我觉得我的太太树林 他像是一个陌生人 我好像已经不认识他了 那个时候呢 我其实是很出现条的 我的心真的也不够细 那我完全没有想过呢 这个是我这个做先生跟做父亲的 没有在维系这个家庭的温暖跟这个鼓励 我反而觉得自己是无辜者 那我觉得我自己这么辛苦的工作 为了这个家 那我也是守好我的本分 努力的一直在撑着 我一直认定我是没有错的 所以我无法谅解 我的太太树林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冷淡 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不谅解他为什么要如此的对待我 那这样子 树林这个撒旦所做的功能 是很可怕的 他慢慢的在侵蚀人的心 树林也慢慢的走到了这个崩溃的这个边缘 他最后向我提出了这个离婚的要求 他也会伤害他自己 那这个离婚协议书呢 就放在我的桌子上面 就只查我的签名而已 其实呢 我们都没有做错事情 而且我们更没有犯罪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把这个离婚协议书藏起来 我藏在抽屉里面最深最下沉 我不想结束这个婚姻 那其实到那个时候呢 我也已经快要到了这个崩溃的边缘 所以我把这个新竹的工作辞掉 我选择到这个杨梅普新去工作 那这么做呢 只是为了要拉长我上班 骑车的这样的时间 好让我可以更晚一点回到家 我抓准这样子回到家 刚好可以是树林 他要去上夜班出门的那个时间 因为当时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树林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时候我们家是住在这个11楼 我会在我房间的窗户呢 往下看 我看得见 树林开着家里的车子 离开准备去上班 我会一直看着那台车子呢 一直看到 看不见为止 因为我的心是非常的痛 我那时候在看着车子 我会想 这不是我家里的车子吗 那记得以前在车子里面 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开心 有说有笑的 那可是为什么现在 这个车子里面的人呢 我已经不认识他了 那时候真的是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从那个时候 我也发现自己很爱哭 都躲在这个房间 自己偷偷的哭 那么有一天 应该是我没有 那天没有工作可以做 那我独自一个人在家里面休息 看起来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可以让自己好好整理一下 让自己喘口气 理清一下自己杂乱的思绪 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呢 其实却也是撒旦做工的一个好机会 那关在房间里面呢 我的思绪越来越乱 那我记得我是在床铺的周围 我一直来回的不断的走动 而且我很清楚我是越走越快 越走越快 其实我的耳朵已经开始听不见任何的声音 我们住在11楼 但是楼下那条马路是车流量很大的 每天其实车子在来回的那个声音是很吵杂的 其实我那时候我已经听不到车子外面的声音 那时候非常的安静 而且那个安静有些恐怖 让我越来越害怕 我的脑子很乱 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一直不断不断的走 越走心里越恐慌越害怕 因为那时候的我软弱到有一个念头 我很清楚也很明白知道 待会会有很严重的事情 会来发生 而且这个严重的事情 也是会由我来做出来 我知道我一定做得出来 我知道我们住在11楼 我知道好像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其实我虽然肉体上心之上非常的软弱 沮丧失望 可是我内心非常的害怕 我很恐惧 当时候在家里其实都没有人 我知道我叫不到人 可以跟他说 你赶快来救我 那我当时也是对自己感到很绝望 真的不行了 没有人可以救我 好像真的可以结束 我好害怕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 我突然间想起来 我记得我在真音书教会学过这个祷告 我那时候我记得了 我记得怎么祷告 我就这样子双脚一跪 自己开始祷告起来 这个是小弟生平中第一次主动自主的祷告 其实主耶稣也在等这么一刻 感谢主 那个祷告 他救了我 那这个祷告 就是小弟主题的里面的第二次祷告 在祷告中呢 我发现我开始听得到窗子外面传来的这个车子 经过的声音 那也因为可以听到的声音呢 那我的思绪呢 也慢慢的给拉了回来 我慢慢的变得很清楚 那我也在这个床铺上面呆坐了很久 那这是我第一次在 感觉在这个重要的这个生死的关头 自己却没有办法来去主导 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那这一次也让小弟有感受到 诶 祷告有功效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小弟真的很想骂当初的自己 生命已经被主耶稣给救回了 但是心还是这么的硬 觉得祷告有功效 就这样而已 为什么不直接承认真的有神 其实神还是继续的在看我们的内心 那在这里先脱稿一下 这件事发生之后呢 其实小弟也都没有跟任何人的说 那直到小弟在新竹教会受洗 受洗大概一年之后 在新竹教会见证 才把这件事说出来 那当时的见证呢 我的太太也没有在场 所以太太也从来不知道小弟之前所发生过的这样的事情 那么呢 在一次听见太太跟同龄的一个分享里面呢 小弟无意间听到 其实在那个时候同一个时期 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撒旦 他也对树林做同样的功 我听到其实我吓到了 我很心疼 因为我自己有经历过 所以我不敢想当时候树林他是怎么走出来的 那现在的我呢 真的感谢主 我看着我的家庭 有满满足的恩典 真的是感谢主 那我们一样回到主题 那经过这一次 我被生命被拯救的祷告之后呢 我和树林呢 虽然没有回复到以前那么好的一个程度 不过也开始慢慢的有了进步 可以跟树林开口 我说上了几句话 我也开始慢慢的不会去害怕面对树林 我也辞掉了那个普新的工作 转回到新竹 这样做是为了可以多增加和他们相处的时间 那时间一样过得很快 那时间一样过得很快 这样一两年 这样子过去 那这一两年当中呢 我在之后的回想 觉得主耶稣已经开始在引领这个树林的脚步 那个时候树林 树林他开始自己 一手牵着两个孩子 那时候老二也已经出生了 他一手牵着 一手抱着 他去搭公车 他带着孩子 要去找教会 他先找到了主东教会 那时候还不是现在这个新会堂 那后来他也去找过关东桥教会 去找到关东桥教会那一次呢 我也有同行 那因为我在的缘故受到我的影响 我们没有进去关东桥教会 那最后在神的带领 树林带着孩子 在新竹教会 而且稳定的聚会 那在他们稳定聚会的一段时间之后呢 小弟的二女儿维恩 他可以在教会报名这个受洗 那树林呢 他知道我不亲近这个教会 所以在受洗之前呢 他一直在为我的父母祷告 他是希望我的父母可以来教会 一起来见证这个洗礼 可以来认同这一份信仰 因为在家里面呢 只有他一个人信主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树林呢 他只是对我轻轻的带过 他告知为恩要受洗 就这样子而已 他只是对我尽一份告知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那其实主耶稣有他的安排 也许那个时候呢 不是我父母的时候 为恩要受洗的这个灵恩会 主耶稣最后带的不是我的父母 主耶稣带的 是他从来不敢想 主耶稣他带我去了新竹教会 其实真正的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去新竹教会 我现在只能说 这就主耶稣带我去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会去 那一天是星期六的灵恩会 我跟树林孩子到了新竹教会 我只是心里想 我配合就好 那我会安静的聚会 那到了准备要祈求灵恩祷告的时候呢 我也知道 我必须要走到前面 那我一副好像很熟悉 这个流程的样子 因为我在十年前 我也曾经在台东教会 参加过这样的聚会 那我到了前面 我自己找到一个我喜欢的位置 我跪了下来 好像要行例行公事 这样的一个心态 来配合祷告 那我虽然人都已经到教会了 但是我只是要配合而已 我的心还是非常的刚硬 那到了前面 跪下来 祷告开始之后 真的还不用一分钟 我的眼泪又开始关不住了 那个曾经我有过的 那个属灵的美好的那种祷告的感动 我之前说我早就忘记了 但是现在他又回来了 那我在这个祷告里面呢 我真的想起来 我也记得了 十年前就是这样奇妙 而且是很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感动 过了十年 他完全都没有变 他完全没有变 而且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这个教会 它是真的 不管是在台东 我现在到了新竹 他都一样 他都不变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大能 是这么的一致 那在祷告中呢 也浮现了 就是我也不是浮现 我也有想到 几年前我在房间里的求救 这个在那祷告中 我也记得了 祷告救了我 我那时候就哭得更惨了 我觉得 就这样过了十年了 这十年真的发生了好多的事情了 那现在突然来的这样一模一样的感动 我那一次就在祷告中 我流泪 我心里在想 我什么都知道 我心里在说 我知道你是真的存在 我现在真的相信 这个就是我 这十年里面的第三次祷告 一样神还是在看我们的心 我真的在祷告中 我直接对主耶稣说 我要留在教会 我不会离开了 那我也相信呢 主耶稣呢 他就在等我 真的真心的讲出这句话 感谢主我说出来 但是这句话 却花了我的十年的时间 是何等的硬心 要神三次亲自的感动 这个人才肯相信 那却又是何等的幸福 神用三次的拥抱 来告诉我 祂是爱我的 那感谢神 从那天之后呢 都是小弟 带着树林跟孩子 踏进新竹教会 以赛亚书43章第10节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所拣选的仆人 既是这样 便可以知道 且幸福我 又明白 我就是耶和华 在我以前 没有真神 在我以后 也必没有 我来到教会之后 我的转变 很大 树林他也不敢相信 主耶稣 会真的带我来的教会 那在教会里面 让我们夫妻 有树林层面的一个互动 很快 我们夫妻的 这样的关系 比以前更好 而且真的更同心 因为我们有 共同的父亲 主耶稣基督 那灵命他会成长 树林他开始 羡慕这个善工 他好想要做事工 可是他心里面 一直觉得他不配 那他跟主耶稣祷告 他说 只要可以在厨房里面 帮厨就好 有事工作就好 那其他的事工 其实他不敢想 那后来神却是带着我们夫妻俩一起加入新竹的喜乐师班 那其实之后呢 树林他哭了 他真的有事工可以做 他不敢相信 竟然还是师班 他为这件事情呢 他充满感谢跟感动 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感受 看在我的眼里 其实深深的在感动着我 这是我以前在外面的世界 我看不到 我体会不到 这个感动非常的真实 他在那一刹那 我觉得他胜过了在外面 我曾经想要追求的一切 我才明白 这个是神的爱 可以这么的真 这么的美好 可以这样这么打动我的心 那我的人生的价值观呢 也从那个时候呢 有了改变 我才能明白 体会 我们要先追求的是神的国 神的义 那我也开始祷告神 但是我不是求 我要做事工 我是先求神 可以让我遵守安息生日 那一开始呢 我也是硬着偷皮 放弃这个安息日的工作 来参加这个安息生日 那生活 非常的结局 但是呢 也是不断的祷告求神帮助 那神的时候到呢 他在我的事业上面 他有祝福 让我可以 转为代工 那也就是第二手的这个包赏 可以让我稍微有好一些些的收入 感谢神 让我可以 比较放心的 安心的来参加安息日的聚会 在陆续的几年 树林也加入了这个摧氏 加入这个访问组 最后也担任这个教员 那小弟又再次的从我的太太身上 看见了这个做事工的感动 那我也跟神祷告 我真的感动 我说我要做事工 那神呢 他在看人的心 他也垂听人的祷告 那神 他又再次的 为我的工作来祝福 他让我可以有更多的侍奉 他让我的工作收入 又好了一些些 那虽然有的时候呢 因为会做事工 耽误掉了工作 又产生亏损 但是我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损失 因为我的价值观和以前不同 我所要追求的 是天国里面的财富 那神 伺服了我的工作 他一定也垂听我的祷告 他按着我的祷告 我的祷告说 我要做事工 他拆派了工作给小弟 那可是这个工作呢 当时对小弟来说呢 却是相当的沉重 穹岭福音中心 我那时候听到这个事工 我想说 主啊 你误会我的意思 神呢 祂其实在看我们的心 在前年的11月底 应该是在11月之前 好像这个我们的教母 牧泽 有跟太太树林提 说穹岭应该会成立 这个福音中心 也从太太那边 好像也得知我们住穹岭 这是太太转述给我的 有时候可能会来找我们 这样子 那果然哦 听到那个消息之后 我的心其实是非常恐慌 害怕的 那果然在前年的11月底 敌民传道就告知树林 说穹岭准备要开拓这个福音事工 要成立福音中心 那有这个筹备会议 那敌民传道呢 对这个筹备会议的邀请的理由之一呢 就是说 来去郑大哥家吃牛肉面 那传道还问这个树林说 周弟兄回去吗 他那时候称我周弟兄 可见我们不是很熟 跟敌民传道 那我从树林的口中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我沉默了一会儿 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胜任 因为我什么都不会 那树林他对我说 如果这个是神的安排呢 我们不是也一直在为 父母的信仰祷告吗 这会不会是神要给我们的机会 那在筹备会议的那天晚上 其实小弟在这树林早早的就到了曾大哥家门口了 可是车子经过不敢停下来 只能默默的看着里面 不敢进去 我看到里面有说有笑 但是我不敢停 我开到再往前开 前面好像有一个桥桥下 我在那里熄火停车 在那里挣扎 可是这次树林他又跟我讲说 这会不会是神给的机会 可是那时候的我真的听不下去 我觉得这个牛肉面他不简单 他不是普通的牛肉面 吃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树林他不要我胡思乱想 他又再次的提醒我 他说我们不是一直也在为父母的信仰祷告吗 这会不会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感谢神 小弟真的鼓起了勇气 到了曾大哥的家里 曾大哥家里当中 也有我们关心教会的福音展示 我们教牧穆哲 我们的若言 还有建平大哥都在里面 他们每个人能言善道 说这个观音开拓的这个美好的故事 让小弟听得津津有味 而且他们脸上都从头到尾都带着笑容 哇 越听越听 不知不觉 牛肉面吃完了 不只吃完 我还吃了第二碗 这真的糟糕了 这个有代价的牛肉面 我吃了两碗 那也可能吃了两碗 迪明传道有发现 所以迪明传道跟小弟说 你也去筑北教会 当宣道负责人 一碗牛肉面 是 是终于 一碗是筑北 这个代价真的不小 跟大家开开玩笑 其实小弟真的有去思考 是神的旨意 小弟不敢违背 那也希望神能够借由小弟 这一次肯在这个福音中心来侍奉 求神来带领小弟的父母 可以来到教会 那小弟也跟太太为了这件事情 在努力的祷告 那再一次说到 神 祂在看我们的心 祂也垂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神 在穹林福音中心 虽然每项的事工 挑战都不小 但是神 祂有裁判 许多有恩赐 有爱的同工 来协助跟陪伴 让小弟 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 可以一起在穹林完成 主所交代的这个工作 那不止如此呢 神祂更加倍赐福我的家庭 神真的垂听祷告 祂带领我的父母 在去年的秋季来完成受洗 归入处内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这对小弟来说 真的是莫大的恩典 真的 只要我们的内心对了 神 祂会看顾 祂会保守 并且赐福 现在我非常感谢神的带领 在这个一年多 让小弟 在属灵的生命上 真的成长了不少 也让小弟更有信心 跟心智来侍奉 就像约书亚24章15节 至于我家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求主耶稣带领 穹林祈祷所 和我们关系教会 能够将这个荣耀 归于主耶稣的圣灵 感谢主小弟见证到此